Lady Lucky's Morning 大家好 我是龍哥 今天我們又來到莊棟的開箱 又是這個蒙冥超人龍騎 不過今次將會是劇場版的龍騎裝洞開箱 我們來看看裡面的運輸盒有什麼 劇場版裡面的三位騎士 龍牙、妖翠和花蒙 黑色的無雙龍、變色龍和天鵝白鳥 另外一盒是契約手 上面是龍牙 左邊是妖翠和花蒙 也就是變色龍和白鳥 白天鵝 四尺的時候 我們騎士的那邊 左手邊依然都是妖翠和花蒙 右手邊就是龍牙整隻 上面就是各自拿武器的樣子 好 這個就是兩盒裡面開出來的內容物 有龍牙 整隻本體是黑色的龍騎 它有線條的貼紙 然後還有卡的貼紙 只有SOLD FAT 就是武器的那個 還有FINAL FAT 也就是最終降臨 那這個呢 黑色的一個面罩 然後再加上一個 有一個紅色的面罩 那它的面罩就是可以換形 那就是 一個在普通環境下 這個是在很黑的環境下 著了紅燈 不是紅燈 是紅眼 然後就到妖翠了 完全是一隻變色龍的配色 那這個就是它的那個 召喚機 就在它的旁邊 對 這個位置 那它也是有副這個卡 那就是 FINAL COPY 還有這個應該是隱形來的 還有這個應該是隱形來的 最後就到這個白鳥 也就是天鵝 一個用西洋劍的一個騎士 那就是全新的配色都是白色 那就是它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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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超小 只有最終降纜 對 那本體呢 三隻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召喚獸 那就是契約獸那邊 那就是 它依然是一條很長的龍 那它有分兩隻的頭 兩種的頭 小的就是 會是比較騎士 用那個 龍手 噴火的那個 然後這個就會是 整條龍的龍頭 它的尾部依然是 就這樣一把刀 那它 騎士有卡送 它這邊也有卡的 那就會是 那就會是 契約獸光臨啊 然後龍頭噴火啊 然後護盾啊 那樣樣 每樣兩張 那另外就是 有很長條理的這個 契約獸啊 變色龍 嗯 對啦 變色龍 真的好綠啊 如果你不說 它有一條這樣的理 我以為它是 何同尼 一開頭 好 那它的卡 就 都不是很多隻 譬如它 武器降臨啊 召喚變色龍出來 然後就變成 每樣三張 因為它在 劇場版裡面 都不多出場的機會 那 就 每樣三張 只有 可能這個是 變色龍的 契約降臨 契約手降臨 這個就是 它的 武器降臨 那最後呢 就是 最少部件的 這個白鳥啊 對 對 那 就 看一下它的卡 先 它就 嗯 武器降臨 有 護盾 還有 這個 的 就是 契約手的 降臨 那 就 就是 這麼多 好 那 就 組裝完 回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龍騎呢 它的整體造型 就是以它劇中的角色龍騎 作為本體 那 因為它這個是黑化的角色 所以就 用這個龍騎 紅色的一個 相對的顏色 就是黑色 來表示它是黑化的 另外再加少少的 金色的點綴 因為它的龍呢 同樣都是 紅色無雙龍的一個 對比 都是全身的黑色 那 只不過是有些金邊的點綴 那 所以 那個騎士 就是龍牙 就會 用回它的顏色 就是 全部黑色 再加上這個 金色做點綴 那 它的 眼部呢 我就轉了 用那個有紅色 眼的那個 那個 件 那 就 配上這個龍頭 就顯得它好像 更加有威嚴 更加 強的樣子 的感覺 那 另外 去到這個 的 妖翠 那 就 變色龍 那 它全身就是綠色的 那 就跟回那個 的 變色龍的顏色 就 綠色 然後加少少少紅色的 這些線條 還有些銀色的 邊邊 那 肩甲的位置呢 就是 有個尖角 另外 它的頭呢 就完全是一個變色龍的頭 那 它的 支援機甲就是 在 大腿那個位的 那 就有 繩綁住 它那個變色龍的頭 那 它就 抽一張卡出來 直接可以夾著一張卡 然後 送一條繩下去 之後呢 就可以讀到一張卡 那 最後就是 花夢呢 一隻同 天鵝 白鳥 從一隻鳥 做契約的騎士 那 它全身呢 就是白色為主 有斗篷 那 它的斗篷呢 就不是那些 軟膠 或者什麼 那 它就是 這樣 三件的 件來的 就可以這樣 打開的 另外 它就 嗯 有一些 金色的 邊邊位 在胸甲上 在頭上 那 那 還有一個 藍色的寶石 在這個胸口上面 那 也是對應 這個 白鳥 的 那個 藍色寶石 在背部上面 這裏呢 就是 龍騎 的 劇場 把握出現的騎士 就是龍牙 花夢 和妖翠 那 這條片到這裏呢 就會 完的了 如果喜歡的話 不妨給個讚 同時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仔 所以 在最後呢 我會貼兩張的照片出來的 那如果 大家 知道 那個 數字的貼紙 是貼在 哪一個騎士的 哪一個位的話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